Lokai 何時要出音樂QMA 就是現在 歡迎大家來到音樂QMA的第四集 希望以後會有字幕 字幕來吧 請問一下 Lokai的MIDI鍵盤是哪個品牌 可以推薦剛接觸音樂的新手 比較適合哪一種嗎 我現在手上在用的這台MIDI琴 已經使用了七年了 七年之久 跟大家推薦這個品牌是M-Audio 之所以推薦是因為它是大廠牌 各個軟體的相容性上面非常的好 還有它的力度感應非常的靈敏 我們在做MIDI的創作的時候 力度感應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也就是你按下去 偵測你這個音是重的還是輕的 有一些比較廉價或是不知名品牌的琴 它可能比較遲鈍 它的極距就會比較短 也就是說你能夠做最小聲跟最大聲的範圍 會因為琴而受到限制 我認為M-Audio在這方面的表現非常的好 而且它的價格也是物美價廉 那它最大最大的缺點 就是讓我有點不太想推薦的原因 就是它的這個Pitch Band 就是它旁邊的滑感 可以操控音高或者是其他 比如說拉旋的時候的動態 這個滑感很容易壞 我自己的壞了 我的朋友的也壞了 那網路上的大家都壞了 那我自己是把它拆開之後 那個線剪掉 然後就讓它不要影響 因為它壞掉的時候還不是不能用喔 它會影響到這個軟體裡面的一些連動的效果 它會自己幫你畫一些奇怪的線 那大家應該不用擔心啦 因為壞掉這個情況是在四五年之後才發生的 那這台琴其實嚴格說起來是不錯的 下一個問題 請問有Rap的歌在編曲上會有所不同嗎 例如節奏比旋律強之類的 不能說節奏比旋律強啦 只能說比較有節奏 因為很多的饒舌歌手或者是嘻哈音樂裡面 都會使用這種Beat Beat就是它已經是既有的節奏型 那甚至還會有些低音 甚至會有一些hook在裡面 那這些Beat可以讓老實歌手快速方便的創作 如果你想要區別這兩個東西的話 那推薦你兩個節目嘛 第一個中國有嘻哈 在嘻哈上面的文化 在嘻哈上面的音樂 你就會有些了解 那如果你是要一般比較流行上面的編曲的話 你也可以去聽那個中國好聲音 中國好聲音的很多都是以情歌啊 爆發力的歌曲啊 抒情歌為主的 你會發現他們背後使用的 編曲的音色 編曲的氛圍都不太一樣 你可以多聽聽看 那你之後就會有感覺啦 羅卡請問一下我最近使用的一個軟體 叫做Muse Score Muse Score 這個編曲軟體 你會覺得是偏門嗎 我有上網查了一下 這個軟體呢 好像是一個打譜軟體吧 對好像是一個打譜軟體 而且打出來的譜呢 是比較流行一點的 所以我不會把它界定為它是一個編曲軟體 所以它也不算偏門吧 因為它根本就不是編曲軟體 看了一下它的功能好像 操作蠻簡單的 然後也是免費的 好像不錯 好像不錯 因為我自己本身沒有在打譜的 就是 創作的時候也沒有取譜的 所以 我不知道 你覺得用起來好用嗎 你可以跟大家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個軟體好不好用 我是一個國中生 請問 會彈Bass 會打爵士鼓真的很重要嗎 因為看到琴就能搞出這兩個樂器 當然啦 如果客套的來說 就是 你會越多東西 當然就越厲害 你會的招式越多 你能夠領悟的角度也就越多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雖然鋼琴 Keyball 電子琴 能夠模擬出這些聲音 但是你沒有辦法模擬出他們的語法 也就是Bass才會用到的Bass line 他們會怎麼去彈 那吉他的和弦 他們會刷出來是什麼樣的音 你用鋼琴去彈 然後拼奏出這樣的和弦 可能在吉他上面是沒有辦法做到的 當你真的會演奏這個樂器的時候 你無論是在軟體上面操作 或者是在真實樂器的錄製上面 你肯定都會有 比較深的見解 比較多的理解 你能夠學越多的樂器 對音樂創作一定都是更有幫助的 OK 我們來到今天最後一個問題 請問羅凱要如何做洗腦的音樂 就像怪人 首先你得成為一個怪人 好 我們今天的問題就到這邊 如果你也有音樂相關的問題的話 歡迎在留言區讓我知道 這個系列會一直持續的做下去 雖然說這個禮拜有點混 好像跟大家見面次數變少了 不要擔心 我還活著 只是最近在寫歌 希望能夠在接下來的一兩個月 可以有更多新的作品 可以讓大家耳目一新 好 今天的Q&A就到這邊啦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